晚上好 歡迎收看今日焦點 我們再來關注貿易戰的情況 在8月23日 中國宣布了對750億美元的美國商品加徵關稅之後 美國總統非常生氣 他連發了數條推文強力反擊 在一天之內 川普總統連發了十幾條推文 他表達對這件事情的憤怒 他說我們不需要中共 坦誓的說沒有他們會更好 數十年來 中共從美國偷走了大量資金 這種行為必須停止 也有網友說 川普的這句話讓人聯想到電影《讓子彈飛》裡邊 張馬子對黃四郎說的一句話 說沒有你 對我來說很重要 這簡直就是把對方踢出局 讓對方自我了斷的前奏 美國總統川普很生氣 後果很嚴重 到底有多嚴重呢 我們來看一下川普他可以做什麼 第一 川普宣布加稅 中方公布幾個小時之後 川普總統就發表推文 他說從10月1日開始 美國對價值2500億美元的中國商品關稅 從目前的25%提升到30% 此外 從9月1日開始 對剩餘的3000億美元的中國商品 加上的關稅稅率 從現在的10%提升到15% 美國貿易代表辦公室隨後發出的公告 也證實了這個消息 那麼川普提高了對中國進口的所有 5500億美元商品的關稅稅率 第二個 我們來看一下一個關鍵詞 叫做國際緊急經濟權利法案 有評論分析說 川普這次回應中共報復性的加收關稅 最讓人驚嚇的是 川普在推特中提到的 《國際緊急經濟權利法案》 川普在推文中寫道 對於搞不清楚總統權利和中共等議題的 所有假媒體 試著看看1997年 《國際緊急經濟權利法》搞定 那什麼是《國際緊急經濟權利法》呢 這個法案又有什麼威力呢 《國際緊急經濟權利法》是1977年 美國通過的一項聯邦法律 這個法律它授權總統可以宣佈 國家緊急狀態 然後規範商界的一些權利 以應對外國的任何異常狀況 或者是特殊的威脅 那麼通過這個法案 川普總統他就有權宣佈 凍結中共在美國的資產 當中包括1萬億美元的國庫債券在內 可以讓這些債券變為廢止 同時也可以凍結中國存在美國的錢 把這些資金當作抵押賠 美國受到知識產權等相關的一些損失 那美國呢也同時可以充公中共權貴 在美國或者是全世界銀行的美元的資產 那之前呢我們有報道過說 那些中共權貴呢在瑞士銀行裡邊 有7.8萬億的這些存款 而這些動作呢就可以使美國的國債 一下子能夠減少很多 從20億跌到一半左右 在這種情況下呢評論分析認為說 中國呢有可能會走上委內瑞拉之路 最終呢中美貿易問題 香港也會難以倖免 到時候呢中共會動用香港的4000億美元的儲備 那港幣就會變成廢止 這就是為什麼在上個星期五呢 黃金價呢是急劇的上升 很多人呢都在搶購黃金 那美中貿易戰升級對中國的影響會有哪些呢 我們來看一下它可能導致的後果 第一呢是外資它會加速的逃離中國 其實之前我們有報導過 那外資呢它分為幾種 比如說像美國的巨頭的一些企業 還有呢像一些歐洲的企業 像日本和韓國的企業 像包括像一些台灣的企業等等 那麼這些企業呢逃離中國 也會造成這些企業的上中下游 相關的產業鏈的一個斷裂 那就會造成第二個方面 中國的失業率增加 中國的失業率持續的增加 第三個方面就會發生人民幣的貶值 那麼它的匯率會持續的貶值 目前其實已經跌到7.12 那麼第四個方面呢是說 中央政府和地方的財政收入它會減少 那為了穩定經濟 銀行就會引大量的鈔票 那就可能帶來第五個後果 就是導致通貨膨脹 到那時候就有可能真的是 一麻袋的鈔票來換取一麻袋的大米 那麼最終呢 這個結果會導致很多人的生活得不到穩定 可能會導致很多人吃不飽飯 也會有大量的失業人群 那這些人群走上街頭 就有可能爆發 顏色革命 那貿易戰的加劇呢 也加劇了中國未來局勢的動盪 那麼除了中國大陸 這個週末香港反送中的態勢 是再度的惡化 其實上週呢我們報導了說 這個習近平和中南海的高層 在8月18號他們都收看了 這個香港人170萬人 維園大集會的這個場面 到第二天的時候呢 北京就緊急的向在香港的各個機構 部門負責人 傳達了習近平的最新指示 習近平說呢 說誰惹的麻煩 誰自己解決 自己去善後處理 不要再給中央添壓力 但是呢這個話說出之後 在這個週末8月24號 香港的局勢呢 卻再度的惡化 香港反送中以來呢 第一次在夜幕當中響起了槍聲 週末呢 關唐九龍灣的遊行當中 警方分別在這兩個地方暴力的清場 他們發射了很多的催淚彈 那麼進入夜晚之後 在黃大仙深水部等地區呢 都有示威活動 有視頻的顯示說 示威者明顯的已經受傷了 但是還是被警察在地上 拖著走 並且呢還有警察用警棍在後面 在打他們 那關唐遊行的申請人 像劉先生 還有其他一些申請人 義工和糾察呢 是多人的被捕 另外呢在24號當天 基本法的委員會副主任 譚慧珠他也提出了 他說 香港要求解放軍進來的言論 說港人自己已經處理不了了 就是handle不了這個場面了 那譚慧珠說呢 說根據基本法的第14條 香港呢如果有動亂的話呢 特區的政府 可以向駐港的解放軍求助 他又強調說呢 解放軍駐港部隊 不是稻草人 而是一國兩制的組成部分 要協助維持社會的治安 那譚慧珠的言論呢 明顯的是 逼供習近平的中央當局 譚慧珠是香港的人大代表 也是民建聯的黨員 被視為是建制派的一個傳聲筒 那麼在這種局勢下 中共會派兵進駐香港嗎 外界呢 遭有評論說 習近平為了維護政權 他希望香港的時局很快平息下來 但是江派人馬呢 卻希望香港時局越亂越好 因為他們可以借此 將習近平拉下馬 也就在上週啊 習近平呢 他是離京了四天去甘肅進行考察 就是在8月19號到22號 而8月22號呢 是前中共領導人鄧小平 誕辰115周年的紀念日 當天呢 人民日報旗下的媒體 他發表文章 說鄧小平 廢除領導職務終身制 這篇文章的第一段裡邊 就明確指出 說廢除領導幹部職務終身制 建立退休制度 是鄧小平成為黨的 第二代領導集體核心之後 提出的一個重要主張 說早在1977年 他在重新恢復領導職務之時 就提出了幹幾年便退下來的要求 當然這個文章呢 很快的被刪除 而德國之聲呢 這個報道就指出說 這篇文章雖然是昙花一現 但是人民日報的公眾賬號 他公佈這篇文章 是不是在寒沙設置建制習近平 修憲廢除國家領導人的任期限制 也是不是黨內對習近平政策不滿 而借機發出的一種信號呢 如今掌控中共宣傳的是 江派政治局常委王滬寧 外界質疑 說這篇文章到底是小編的工作疏忽 還是王滬寧故意釋放出來的政治信號 來影射習近平廢除國家主席的任期限制呢 有評論分析說 貿易戰和香港反送中的局勢 讓習近平政權是腹背受敵 而黨內的敵對勢力又對他虎視眈眈 在這種情況下 中國的時局又將發生怎樣的變化呢 我們為您保持持續的關注 好了 感謝收看今日焦點 我們下期再會 我們下期再見